第一笔 什么 叫念吗 原来普通话这么好 广东话有点退步 其实我是广东人 广东话其实一直没有很溜 以前最大的困扰就是在 在香港拍东西的时候 讲广东话的这种台词 其实我的思维都是以普通话 来想 但是因为家里面都讲普通话 广东话因为我爸爸说的广东话 然后在香港很多人经常 没有办法不说广东话 所以被迫了必须要讲这个广东话 所以说的思维还是以普通话的思维在想 所以出来有时候那些句子什么都 不是很粤语 那为什么你们两个都这么够胆呢 这些广东话说得不够胆来香港 来香港的电影圈 你这么够胆呢 为什么 懂了 为什么你这么够胆 这样不过来 中国人就中国人嘛 反正都是配音的 所以没关系 但是有很多不同国家的电影 比如新加坡 或者你回去国内拍电影 为什么你不回台湾 来香港拍 是不是香港的钱好稳一点呢 因为香港挺好 因为香港挺好 好 刚才搜了吴大为 发现他去年当爸爸了 新闻标题是 伤透无数女性的他终于安定了 你们怎么这样讲 被无数女性伤害的我 你怎么不这样讲呢 对不对 应该这么说 对不对 而且不要说伤害了 大家 成年人吗 这个 这个 好聚好散 大家都够得好好的 也没有说谁害了谁 谁伤害了谁 怎么说我伤透人家的 怎么这样讲 开玩笑 我人那么好 第一笔 什么 知道念吗 真假的 等等 这是叫David 还是Daddy 这这种色情东西可以讲吗 我的水为你而流 哎 怎么那么感动 你的泪水为我而流 是不是 少了个字 哎呀 所以你看朋友 对不对 写字的话 一字都不能漏 漏一个字意思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知道 David 我的泪水为你而流 感动 我感受到了 感谢你 这么多年了 到现在一说到ABC 我脑子里还是他的样子 我估计说他就是我吧 那就是说年纪大了 因为在我之前还有个ABC 比我更早一点 叫做王敏德 还有那个他的哥哥 Russell 罗素 渡冠婷也是西雅图 回香港了 他比较不像而已 所以我们就比较像一点 对感谢 因为也做了一些作品 希望大家有一些美好的回忆 感谢各位 我感谢各位 我感谢各位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 再见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 对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 只能就说以他的这个精神来做一个参考 但是其他的要学学学得像的人比比皆是 我就不是其中一个了 只是当时就是他们很热情邀约 就好那大家就一起合作一下 就觉得大家都就很开心 认识很多朋友 但是这效果如何就见仁见智了 感谢你 Thank you very much 虽然年纪大了点 但是可以看得出底子很好 浓微大眼的 年轻的时候真帅啊 感谢你 年纪大了点 年纪谁能够就永远保持28 32岁这样子呢 不可能的事情嘛 就当你在成长的时候 你不要去隐瞒太多你的成长 你的年纪 要面对你的年纪 然后怎么样 那年纪活得过得更开心更开朗 然后呢 不要去隐瞒很多事情 对不对 说哎呀你看五十几岁 然后一定要半个22岁那样子的 会有点恶心你知道吗 所以 五十五的时候你可以办四十 但不要办三十或者二十 了解吗 最性感的男人 没有啦 多了 别人听到 什么家人听到 被我老婆听到说 你这真的是太会讲话了 都觉得帅的是别人 不是我 你知道吗 所以感谢各位 好 最后一个 真的是最早期返台的ABC 很像他以前主持Chano V 而且销声爽朗 仍然喜欢不做做 装的是老都不老 还是一样年轻的帅气 对啊 Chano V 看过Chano V的人 真的是 我认为就是 我做过的工作里面 最好玩的一个一段时间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就是 音乐第二台这个的空间很大 然后我们 基本上爱干嘛就干嘛 说什么就说什么 OK This is the woman here Take care everybody All right 现在到了第八名 第八名是来自台湾跟香港的张爱佳 这个歌叫爱的代价 你们晓得吗 张爱佳有个朋友 在我们这个公司里面做事 Hey Junior How you doing 开玩笑 当时也所谓的 叫什么 创造了一股风气吧 就是当时在 尤其在 像在台北工作的时候 很多人说 哎呀他们要 你看他们那些 那些VJ都很自然很活泼啊 不做作啊什么什么的 讲是这么好听 但是真正的理由是因为 当时我们在录这所谓的片段 就是Links的时候呢 为了要早一点收工 不想重录 就直接就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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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是其实这个这个这个 啊好 然后那个朋友说 我说要不再录一个 我说不要了 赶着回家吃饭呢 好了算了就过了吧 算了就这样子 所以就无形中成立了一个风气 叫做不做作 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太懒 不想重录 要早回家 那是这个原因 那希望经过这个年节之后呢 可以让大家体会到这个 MTV跟音乐录音代的力量 然后希望这个1993年 这个Music Video呢 会令1994年的 尤其是中文这个音乐录音代 会更加努力 会越拍越好 越来越好看 希望在国际上呢 可以占一个地位 OK 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这个节目 然后希望各位多多支持MTV 还有我们这个排案板 所以在这边呢 我小的吴大为 在这边跟各位说 大家说一声 在外祝贵 HAPPY NEW YEAR SANNIN FANNOR 来一次大为 所以呢能够这样子 形成一个新的 这种所谓的这种 主持界的一个气象 也算是意外中的一个意外啊 OK 但是呢 真的要好好的把功课做好 不要像我们那么懒 VJ是我看过全世界最懒的主持人 好 感谢各位的一些评语什么的 但是 我觉得一些 坏的都被他们删掉了 你知道吗 继续来 怕你啊 No way Bring it on 感谢各位 下回见 感谢我们的所有赞助商 Mercedes Benz Richmond 还有漂亮的衣服 Cortez 让我们可以飞出温哥华 来到西雅图 也欢迎更多的赞助商 赞助我们 让我们一起 去更多的地方 雅图 大